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跟大家聊聊 怎么自己办盆栽土和育苗土 这只是我的经验 你可以见解 你也可以去网上查找 我用种植袋种菜 已经三年多了 它们很牢固 也很透气 它可以让根绪 很好的生长 盆栽可以跟着太阳走 不要超过20磅的布 我还能搬得动 它的缺点就是 它经不起动物的私咬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需要些什么材料 我把买这些材料的连接 放在下面的评论区 仅供参考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材料 来代替这些牌子 种了满满的一车 这是盆栽配方 这堆东西我可以装差不多 20磅的盆 大概有五个盆吧 调拌以后 如果有用不完的 你可以装在一个桶里面 等有用的时候再用 现在把所有的材料 像小山一样的堆在一起 把最多的线堆 然后别的往上面 往下堆 最后堆上珍珠盐 和固体的肝的肥料 然后开始搅拌 从一个小山 堆到另外一个小山 把它们完全混合 这可比做肥料累多了 当农民不容易啊 放入最后一包珍珠盐 歇一歇继续搅拌 好了 现在就可以装盆了 一秒前 把盆浇透水 后期种冬季绿叶菜 不需要再加什么肥料了 我这个盆呢 是准备种夏季的果树的 所以我在装盆的时候呢 我又加了一些牛粪 然后还加了一些固体的有机肥 以后就不需要追肥 浇水就可以了 换季节了 旧土 宽心土 我先把盆里的旧土 全部倒出来 铺在水泥地上 把大的根和叶子都去掉 小的根可以留在里面 这是晒好清理好的旧土 让太阳整整晒了三天 晒的时候 经常把土翻动一下 打空的盆 也在太阳底下晒三天 好了 三天后 我要加皮膜 珍珠盐 珍珠盐 偷熟的 不能有臭的味道的牛粪 我加了两种 在HOME DIPPORE买的 有机的 干的肥料 你只要把底肥加足了 以后就只要浇水就可以了 都不需要追肥 你不一定要买跟我一磨一样的干肥料 然后把它完全混合后 就可以装到盆里去了 那天天特别的热 我是弄的汗流夹背 那汗水都流到了眼睛里 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必须得把它装盆装掉 Sam已经在砍盘 说后花园都变成什么了 三个小时后 我终于把土全部都放在了盆里 然后用水 冲干净了水泥地 这是一个刚刚拔来菜的旧土 我把它淘松一点 我让它晒了三天 这中间多翻几下 第四天我加上了自己堆的有机肥 和一些干的肥 再把它好好的混合一下 你就可以再种菜了 这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下面来看看 我是怎么调育苗土的 买的育苗土很贵 完全可以自己调 可以省很多钱 这是一种育苗土的配方 这种配方主要是育苗这些 夏天的瓜果类的苗 我们先把叶康砖融化了 看你的容器大小 我融化了两块叶康 不要加过多的水 一次不要加很多水 慢慢地加 玉苗土要干净 另外不希望是加一些肥料是有虫的 或者有虫软的 我用了大概四个盖冷的水吧 然后我把叶康放入搅拌的车 加入蚯蚓肥 再加入珍珠盐 经过我消毒的这个蚯蚓粉吧 它没有充软 所以对小苗来说比较安全 完全搅拌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了 玉苗棚没有什么讲究 你可以用这种用过的豆腐盒 或者是买来的玉苗棚 就看你是育什么苗 如果是豆类的 最好是放在玉苗棚里边 如果是瓜类的什么茄子 辣椒啊 番茄都在鱼苗棚里比较好 像豆腐盒什么的 我一般都是用绿叶菜 先把这个水浇足了 才把籽放下去 然后再浇一些水 记得水一定要用这种 很温和的烹壶来浇 不要把菜籽给冲跑了 另外一种玉苗土的配方 它用泥灰潭 Pimos来代替叶康 这个呢量尽量不要多 你用多少你就调多少 因为不希望 它调好了以后放在边上 然后因为风吹雨打的 有虫害进去 这次我调的是 没有放那个蚯蚓粉 因为我是想种豆苗 豆苗不需要营养 它豆子自身的这个力量 已经可以长出苗了 然后我们主要吃的是苗 而不需要它切豆子 几天后它就出芽了 这批豌豆苗 我吃了两次 然后吃完的豆苗 这个土你可以做堆肥 它是很好的淡肥 另外一些育苗土 我加了一些蚯蚓粘 装在一个一个杯子里以后 然后浇水 浇水以后就把 把这个绿叶菜 再一颗一颗的移栽到这个小棚里 等它长得比较大了 然后地里边也有空的位置 我再移栽到地里或者棚里 这样的小苗 长得非常健康 没有从来咬它们 然后再加一点缓苗水 记得水不要太急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 怎么种空心菜 那下个视频我就会做 我是怎么种空心菜的 我的视频只是分享 你可以学 你也可以不学 我在这里不是教学 网上这样的视频也不少 你也可以去见解 但是每个地方 还有每个人种菜的环境 和条件都不一样 我是说有地的就种地 没有地的就种盆里 没有盆的就种水里边 也就是水培菜 这三样我都玩过 我觉得都很好玩 就看你的条件吧 我也会做一期水培菜 告诉你们 我种水培菜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评论区提问 我可以在下面评论区提问 我们可以在下面评论区提问